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五天了吧 这几天发现了他的律师都还是有到这边来做绿建 这个过程呢 大家就知道了 他们其实有固定的时间 那大家就开始在讲 这么热的天气 有律师来建 是不是就等于有冷气吹呢 好 不知道 大家其实关心的是他在里面的状态 好不好啦 原因是因为先前几天 当他才刚刚进到看守所的时候 还记得吗 那个时候有情有义的子弟兵 这一位桃园市议员张兆良 还特别去送钱 结果现在呢 发生自己有事了 说涉嫌的是一个 这个农地案上面的违章建筑官说 结果呢 在昨天检掉缤纷实录的大动作搜索约谈 他的助理 特别助理 以及当时的这个区公所的所长呢 通通都被叫到现场来问话 好 大家就开始在讲了 这个农地上面的违章建筑 A类违建 然后呢就让他不要马上拆除 这么一件事情 缤纷实录 大动作搜索 甚至呢 现在还直接呢 在惊天生压 大家想问 是真的只有这个案子吗 因为昨天事发第一时间 很多人在问 到底跟郑文餐案有没有关系 结果后来发现不是这个案 是另一个违竞案 大家网络上面 讨论的非常热烈 有人在讲啊 说哎呀 这个会不会就是所谓的 杀给其他的猴子看啊 又或者呢 是有人在问 清德兄啊 是不是想要连根拔起 其实呢 我们的总统已经告诉我们 现在就是肃滩嘛 对不对 扫黑嘛 那这些我们觉得都是对的 只是在过程当中 我们会看一下每个案子 他的氛围不太一样 比如说昨天还有另一个案子 好 这个呢 是杨文科案 现在新竹县长的杨文科说 涉滩被起诉 而且呢 去仔细看看 网络上都找得到哦 他的起诉文 里面特别强调了 还有收受建商说呢 有违捐他87万的 净总租金 还拿了这个60张 五星级的餐券 甚至呢 在他的办公室 县长室里面 扣得有现金十几万 或者是五十几万 他们认为这些东西都是 财产来源不明 另案侦办 可同时呢 大家要对比的是 那个时候一样是大动作的 兵分多路去搜索 那对比的 一样是县长 一样是市长 桃园市长 郑文灿 仅在当时花了两年的时间监听 曾经四度跟法院来申请搜索票 通通都被驳回 没有搜索 可是明明就有拍到说 有一个黑色袋子等等 还两度纤结 当时这个案子的这个地幕 变更利益 说多达57亿 大家想问 这两个案子比起来 是不是就会特别的有感觉 而这一次呢 其实杨文科的案子 他会看到这个标题 说他涉嫌没收 2.5亿相关的不法所得 可是这2.5亿 是不是真的就入了杨文科的口袋 你仔细去看内文 你会发现 原因是因为 建商偷工减料 省下了一亿期 然后后来呢 让他实际违法施工 120天 说这样子呢 叫土力建商 6000多万 然后当时呢 他这个处长局长呢 说个人也有一千多万元的 来入不明的 可能收贵而来的不明现金 所以总意是2.5亿应该没收 大家开始在问 原来这个2.5亿 是这样的2.5亿 跟当时大家想象中 可能是直接进到杨文科口袋 那个2.5亿不太一样 可是问题是 只要不法 就应该要查 因为呢 这件事情 在我们平常小老百姓看来就是 确实啊 如果说呢 这个建商有说租给他用地 租他 可是他又回捐了 那这样子是不是 也会表示说呢 你有拿到建商的利益呢 可是同时也发现 这样同样的例子 在宜兰这边 林滋庙当时也说了 靖总的案件到底有没有说呢 你去给人家延长使用啊 然后呢去给人家捡税等等等 好像都跟这个所谓的 土地之间的往来有关系 案子都在办 不法都要揪出来 可是在按照这个 看子案子进展的过程当中 你会赫然发现 有一种氛围 好像冥冥之中在办的时候 会有很相似的一些角度 要请教亮哥了 您怎么样来看 先从郑文餐这个律子来好了 郑文餐呢 现在每天几乎都有律箭 是不是真的有在讨论些什么事情 因为他还没有 他还没有 他那个还没有起诉 所以现在就是检方在整理资料 然后起诉前一定会开庭的 我觉得当然就是在准备对自己 比较有利的法律见解 还要为自己的清白辩护 他实际上上次请三个律师 那三个律师都蛮优秀的 说实在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 这个被告者的权利 这个最近连续两个案 一个就是郑文燦的嫡系张兆良 也衍生出一个案 那另外一个更然比较大是杨文科 对 那杨文科会被关注 就是因为 有一张他跟高航案的合照 那就新竹县市 两个人这个月都有事这样 我俩说你要说什么 你是说那种合照 对 我就看到一个标题说 这个月好像两个人都有事这样 那我是觉得当然就是秉公处理 然后因为杨文科那个 那个丰益建设的天坑案 坦白讲很多人都记得 一整辆特斯拉掉到洞里面去 那后来那个建设就一直寻求复工 那那个争议很大是真的 那当然我知道那个过程当中 比如说检方会起诉他就认为 事实上他是不是够那个条件来复工 那县长有没有开方便之门 而且令我惊讶的是 连建了33事都把他统计了 表示我从这个角度看 我坦白讲我就觉得检方 真的如果要盯上一个案 真的是蛮认真的 因为那个内容很细 这个是新竹检方嘛 对不对 那同理你可以去推 这个2017 18 那个郑文燦那些案子 郑文燦在任八年的案子 那即使是这个是 这个是未税嘛 对不对 未税都盯了七年 都有这样的弃而不舍的检调 对不对 那更何况是其他有成功 那金额极为巨大的案子 我相信陶检 应该也是弃而不舍的收集很多资料 所以我觉得我只是觉得 我们期待就是如果新竹 新竹检调收集半天的这个案子 那可以沉案然后去做那个搜索 积压嘛 那未来可能也会起诉嘛 那我觉得陶检应该要比照办理啦 因为坦白说那个丰益建设 这个天更案是众所瞩目没有错 所以你很容易被注视 那因为丰益建设在其他地方 都有一些争议的案子 坦白讲丰平不是很好 我就看到那个房地产达人 那个Sway 对丰益建设就非常有意见 所以我是觉得 为什么会让他复工 这个恐怕 这个新竹县要做更多的解释 因为很多人对这个建设公司 评语并不好 那尤其这里又有天坑 那很多人就说是偷工减料 所以我坦白说是 很容易被简单理解 就是好像县长 是不是刻意在帮他忙 让他复工然后省点钱这样 那如果这个过程 还有你的下属领到钱 我知道领到最多钱的 并不是县长 里面有一个人 真的是被抓到拿了很多钱 那这种案子 当然就会变成瞩目大案 我觉得国民党也要小心 因为我看国民党昨天就出来 帮他证明清白 我觉得国民党也要注意一下 市政走到哪里 那要做适度的表态 如果是刚发生天坑那一刻 那一刻相信县长 有他的这个处理之道 那个时候大家还可以谅解一点 如果是适隔那么久了 人家都有一定的收证 而且起诉书都公开了 我觉得也看了那个起诉书 里面还有保障图 对 藏保图 所以那颗绿媒讲得轰轰烈烈 对不对 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国民党有没有必要 有那么多立委出来 帮他证明清白 我觉得未来可能还有别的案子 这个国民党要 要小心自己的政党形象 会不会受伤 是 其实我们回到了 仲敬参这个案子的话 今天下午有一个最新的进展了 就是今天下午 当时也是关系人被告之一 台作集团88岁前主管 杨敬前主管 今天下午又第四次的来召开鸡鸭亭 这个案子其实持续的还在滚动 还在走 请教一下兵哥了 原因是因为大家会开始在问 现在他的子弟兵 张教兰昨天被叫去问话的时候 他还想说 这个是要告白了 要告白了 结果发现没有 完全是同一个案子 可是他也被深压了 我觉得第一个 检邦切而不捨 一直想要去压 那个快90岁这个老先生 我又觉得在实物上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 因为这个案子 已经隔了这么多年 要串什么大概也都串完了 然后你现在一直要去 鸡押一个快90岁的老先生 你知道家庭有的时候他会去看 这个年纪如果太大 最好是不要压 因为压了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到时候会很麻烦 所以我觉得检察官 是不是要去思考一下 当然郑文畅我就觉得 也不用去聚焦 但他是不是吹冷气 说真的他现在应该是真的 有非常多法律的事情要去处理 因为有很多细节 他大概都要跟他的律师讨论 而且他在那边讨论 反正也都有录音 所以他也不可能去做 什么其他的动作 所以我觉得这是他的权利 你就让他去做 只是说张照良这个事情 大家有点意外 因为前两天没有任何风声出来 然后突然之间就跳出来 跳出来一开始 大家都以为说这是不是 因为我看很多媒体 一开始很聪动讲说 好像郑文燦的爱子 开始牵到别人了 子弟兵了 对 一串肉种开始出来 结果发觉根本没关系 是另外的东西 老实讲你说单纯关说一个 这种东西违箭 就会被起诉到这么大动作 缤纷实录 我是不太相信 除非说关说 关说已经成为他的主业 也就是他已经关说了 不知道多少件 然后每一件都收多少钱 这种案子一大堆 大概除非这样子 不然的话 怎么可能因为单纯一个 违箭的关说案 就这么大动作去查一个议员 我是觉得蛮奇怪 所以这个案子应该不单纯 我认为大家继续看下去就好 至于姚文科 姚文科说真的 他有什么事情 如果真的有问题 就该抓该积压 就该赶快去弄 但是现在 你把它跟郑文燦的案子对比 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显然检察官 没有掌握到 像郑文燦案子检察官那种证据 可以让他积压 所以即使他现在都起诉他了 都还是一样在那个地方 对 你说在他官邸头收出57万现金 12万现金是什么金币金事 我讲实在话 以一个县长等级来讲 家里有个几十万 我觉得好像也不是太离谱的事情 讲实在话 对 所以我们陈明文 随便车上就可以丢300万了 这个县长家里有几十万 好像也不算是怎么会 因为你现在签设到 是6000多万的案子 然后他一个下属就拿了1400多万 然后如果在他家只收出几十万 而且你还不确定那几十万 跟这件案子到底有什么关系 所以如果以就目前的证据来讲 好像稍嫌薄弱了一点 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当然 检察官也许还有一些东西没有拿出来 因为有一些东西他可能要到关键时刻再拿出来 不一定 是 可是这个案子 我看恐怕也不是那么容易就 马上就定了杨文科的死罪 倒是林芝妙这个案子到现在还在扯 我就觉得很奇怪 检察官当初是直接去搜官邸 搜那个县政府 这么大动作到现在这个案子 你积压也积压不成 交保才80万 然后扯扯扯这么多年了 检察官你证据到底在哪里 我真的很想问证据到底在什么地方 这样子一直缠下去 到底是真的你手上要掌握什么东西 还是只是为了政治的目的 我觉得真的要好好给社会大众一个说明 不然的话你们的案子都是这样 我先搜再去找证据 你不是先有把握抓到证据才要去搜索吗 所以我觉得整个司法的过程 好像都倒转过来 让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是 请教一下维翰哥怎么样来看 回见被深压 这个真的非常罕见 因为一般的民意代表 特别是议员 地方如果说 你今天监管处急报急差也好 或者是违反公共安全也好 你一个议员跑去跟相关的单位讲说 因为全情人有意见 所以开一个协调会公听会 或者是现场再去会看 非常正常 绝对不会触罚的 因为我只是开个协调会而已 除非中间有对教或徒利 那今天这个case 因为他不是一般人 对我们来讲 他全国知名度并不高 张兆良 可是他在桃园 他是代表过民进党选立委 而且郑文燦还把蔡英文前总 带来跟他上吉普车 有那个画面的 也不是一般的泛泛的议员 是已经到了这个地方的 怎么讲 就是郑文燦最重用 而且蔡英文跟他同车过的 然后他在龙潭 你就看他得票 因为这件事情 回头看他的得票 他得票是远远高于 他一个人得票就是25%了 议员得票达到25% 所以是在龙潭地方 相当可以说有地方实力的议员 结果他现在被查了 然后说是违线官说 而且如出一称 很闪电的去侦办 昨天早上你去看 昨天早上还有个行程 他跟张三政旅行李还一起照相 对不对 早上还在照相前踩 下午直接就约谈 然后半夜不能回家了 现在生压了 我不知道生压说的结果怎么样 看来也许现在目前雷地风行 他也就直接就压起来 在起诉他之前 所以有什么事我们不要妄言 看起来案情不会只有他去了解 这个说这个违禁案 我们大家来了解一下 这么简单 从办成郑文燦之后 大家就想说第一个 去检视赖信者跟郑文燦的关系 就是说你们两个 现在根本不好的时候 要排除你 这个其实在政治上确实也有 让郑文燦无法再起的这个效果 可是郑文燦之后又有张兆良 然后现在看起来杨文科也办 显然他不是这一件两件的 他就是无差别的 似乎全国的检调都知道说 现在没有任何的封印 潘朵拉盒子打开了 什么人都可以办 民进党的也办 民进党里面 你看像这些议员算什么 郑文燦都受押了 你们这些议员算什么 郑文燦是行政院副院长 是以前蔡前总统最疼爱 也不是说最重点栽培的人 他都能被押了 其他的议员或立委被押 就不算什么 所以其实这个过程当中 我相信党内会惊讶赖清德的 这么的 怎么讲就是毫不留情 可是这个毫不留情 短时间之内 可能会造成大家的 雍正怕 雍正般的惧怕 他是不是连干处 他是不是警衣卫 可是长期来讲 中间选民或许会认同 因为中间选民对这种 如果像新竹那个杨文科 因为杨文科现场我们必须说 他现在设这个案子 他要密密对他被起诉了 可是他在地方为什么能连任 就是地方的支度真的其实很高 所以他地方其实做得不错 可是你想要一个建案的 本身建案跟外面 他摊他前前后他的八次 那就表示说 他的公安是完全不达标 你县府又一直让他能够继续做 这个民众会有不满 以前都没有雷厉风情去办 现在目前他就办了 所以蓝绿都办的状况之下的时候 大家知道说 其实对我们现在这个政府要速摊 赖总统讲速摊打炸跟扫黑 现在看起来就只有做速摊 看起来有一点效果 因为全台都在办 打炸的话 诈骗现在目前还是有 扫黑的话 你台南的开箱 要赶快找到 一直说很快就会破案 到现在还没破案 所以这三个如果多做到的话 其实对民进党在民众的心目中 的满意度其实是会提升的 好 我们先进下广告 广告回来我们要继续来说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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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